俄国史第十九章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1985到1991年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政策和冷战的结束 戈尔巴乔夫一面采用改革这一术语来指称国内的变革 一面选择新思维这一短语来描述他的对外政策 在许多方面这的确是新的提法 有赖于他亲手提拔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帮助 他很快就实行起就连伯列日涅夫也从未做过的 对于外交政策的更加直接的控制 1970年代 苏联的缓和政策目的在于减缓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但又不放弃意识形态的斗争 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方面 戈尔巴乔夫现在愿意放弃这样一种斗争 并宣布他的新思维的核心是全人类的价值 这比阶级斗争更加重要 虽然促成他的新思维外交政策有许多原因 但苏联经济的困难是占据守卫的原因 冷战和军备竞赛变得越来越费用高昂了 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的武器谈判当中表明了一个新的愿望 那就是在军备问题上做出让步 因此他改变了苏联的战略学说 强调公平合理持有 1985年的11月 他指出这种持有远比两个超级大国所应拥有的低得多 他承认苏联对于过去的军备竞赛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1988年召开的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上 他宣布 外交政策的活力将更多的取决于 把国家的资源用于和平建设 用于改革 大约在同一时间里 苏联政府承认 不给联合国以权力支持是错误的 因为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机构 以处理国际事务 在地区冲突方面 政府放弃输出革命 或者反对他国革命 并且表示愿意在安格拉 柬埔寨 中东 拉丁美洲等地区 找出结束冲突的解决办法 当然 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并不意味着外交孤立 苏联驻美国大使亚多伯雷宁 在回忆录当中披露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一样 都在改善苏联与西方关系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姿态 里根的第二个任期 恰好与戈尔巴乔夫掌握权力 在时间上吻合 出于自己特殊的理由 那时的里根也对改善 与那个曾被他称之为 邪恶帝国的国家的关系 很感兴趣 1985年到1988年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有过五次会面 地点分别是 1985年11月在日内瓦 1986年10月在雷克亚维克 1987年12月在华盛顿 1988年的5月到6月在莫斯科 以及1988年12月在纽约 在为这些最高级会议和会晤 做准备的过程中 双方都发现 这对双方领导人来说 是一种必要的实际体验 它有助于使他们克服某种偏见 而把仍然存在的分歧 先丢在一边 里根仍然一再声称 要搞他的战略防卫 或者叫星球大战计划 同时 在这些最高层会晤以外 达成的协议也有助于 消解1980年代关系的恶化 虽然这些协议覆盖了 从捕鱼权到增派留学生 加强文化科学交流等 各种广阔的领域 但协议中最重要的是 忠诚核武器协议 这个协议是在1987年 最高层会晤时签署 而于1988年生效的 协议的一个意外的成果是 要求销毁整整一类武器 苏联和美国所有射程在300到3400英里以内的地对空的核导弹 协议还要求严格确认销毁过程 由于苏联拥有更多的这类导弹 所以也就更多的要销毁 当乔治·布什当上美国总统之后 裁军谈判和最高层会晤等外交活动仍在继续 1989年的11月 戈尔巴乔夫和布什达成了一项协议 减少化学武器的库存 并结束此类武器的生产 9月份 两国领导人在赫尔辛基进行了短暂的会晤 在那里 他们表态支持联合国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决议 1990年的11月 戈尔巴乔夫、布什以及其他的20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在巴黎会面 并签署了历史上最大的武器控制条约 这一欧洲常规武器条约要求签约国销毁数万枚榴弹炮、坦克及其他的常规武器 1991年的7月 布什来到了莫斯科 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条约 条约规定在未来7年中远程核武器削减大约30% 9月份布什单方面宣布了几个补充的裁军步骤 一个星期之后 戈尔巴乔夫甚至比他走得更远 在所许诺的其他步骤之下 将核试验延期一年实行 与此同时 其他一些发生在国内外的事件影响了 并且还将持续影响在这一时期签署的武器条约 事件之一便是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垮台 尽管东欧人民对于苏联霸权的敌视 最终集中在1989到1990年间结束 但这种敌视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物发生 而所谓新鲜事物是戈尔巴乔夫决定 再不派遣苏联军队以维护共产党政府 正如他未能认清开放改革使民主化在苏联超出了控制范围一样 戈尔巴乔夫同样也未能够预见到在东欧释放出的这类势力以后的后果 和对待苏联的民族问题一样 他再一次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势力 令人很难理解的是他怎么会相信诸如波兰这样的国家将会对苏联保持忠诚 如果让他自己选择的话 但对戈尔巴乔夫说句公道话 在苏联集团的问题上 除了他根本就不想予以实施的伯列日涅夫主义仍然存在以外 再没有可供他选择的余地 和苏联一样苏联集团政府面临着经济上最艰难的时期 而且他们缺乏人民的支持 如果苏联需要改革的话 那么他认为其卫星国也同样需要 不但如此 和英国和法国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十年间一样 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问题是 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来用武力维持一个帝国 以便实现经济的转型 占领阿富汗所付出的代价一直持续到了1989年 继续坚持这样的政策肯定会使代价更加高昂 而无论对苏联霸权的抵抗是否增强 既然苏联集团的解体开始于1989到1990年间 试图防止这一变化的政治代价也就增加了 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政策是建立在国内和外交政策改革上的 如今诉诸武力将会与其遭先的努力背道而驰 并会在国内和国外遇到远比赫鲁晓夫1956年在匈牙利和 布列尔涅夫1968年在杰克斯洛伐克所遇到的更多的反抗 这将危害东西方的关系 危及戈尔巴乔夫在最高层会议外交方面取得的所有果实 因此虽然东欧国家一个接一个的放弃了共产主义 甚至放弃了华沙条约 但戈尔巴乔夫却仅仅希望从诸如西德的赫尔木特科尔那样 慷慨的西方领导人那里取得一种让步而已 苏联集团中第一个放弃共产主义的国家是波兰 1989年年初 波兰共产党政府再次同意使团结工会合法化 并改组波兰议会 允许波兰团结工会参加选举 1989年6月 在允许参与竞争的席位中超过99%的席位 被团结工会的候选人所得 几个月以后 在苏联集团的国家当中 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担任总理的联合政府成立了 当人们清楚地看出苏联根本不想干涉 以维持共产党在波兰的主导地位以后 集团内的其他缺乏人民支持的国家政府 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的垮台 到了1989年年底 在所有苏联集团的国家中 老是共产党领导人全都被取代 在一些国家中 改革派共产党和联合政府上台 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但在另外一些国家中 如捷克斯洛伐克政权落在了那些曾经被共产党镇压过的人手里 1989年的12月 据作家《人权斗士》经常被关押的瓦斯拉夫 哈维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 和这一地区通常所发生的势力一样 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变 所谓天鹅绒革命 令人惊奇的没有流一滴血 1990年和1991年 民主势力在东欧和中欧国家继续发展 下文我们还要提到 东欧更过的是一个政治概念 指苏联以西和西德以东 成环状的共产党国家的地区 这一地区 国际政治的变化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发展 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都改善了与西方的关系 1991年 华沙条约军事联盟解体 苏联军队开始离开该地区的各国 共产主义在东欧中欧垮台的结果之一 使德国再次统一 1990年的三月选举之后 东德一个非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开始掌权 该政府同意与西德合并 在西德领导人赫尔木特科尔的领导之下 十月两德合并 分裂的德国是冷战的象征 而此时冷战已经结束 科尔只不过是西欧领导人当中 戈尔巴乔夫与之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而已 其他人包括英国的萨切尔 法国的密特朗 西班牙的钢萨雷斯 钢萨雷斯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影响了戈尔巴乔夫有关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概念 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与西欧的联系 宣扬欧洲的分裂已经结束 并说欧洲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和美国一样 西欧各国同意对苏联提供援助 或在苏联的存在将要结束时那样 直接援助那些日益独立的加盟共和国 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 结束对阿富汗的占领是首要的目标 虽然戈尔巴乔夫同样也切断了 对其他马克思主义制度的费用高昂的支持 如古巴的卡斯特罗 在美国政府秘密支持起义者的阿富汗的冲突 是把两个超级大国都卷入了几个有争议的地区之一 虽然解决这种冲突是改善两大超级强国之间 关系的重要步骤 但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的理由 结束这场被他称为流血的伤口 或被其他人称之为苏联的越南的战争 当苏联军队最终在1989年结束其长达十年的占领的时候 苏联军队死掉的人多达1.4万人 受伤者多于5万 还有更多的人感染了传染病 在1986年11月的政治局的会议上 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军队有必要在一两年内撤退 以保证美国不会进入这一真空地带 外交协商导致联合国帮助下的有关阿富汗的协议 于1988年4月签署 这些协议促使苏联将其所有军队于1989年2月撤离 两个超级大国同意阿富汗未来的不结盟状态 以及两国绝不在阿富汗共和国内部事务上 卷入冲突或加以干涉 正如上文第十八章所说 苏联对于阿富汗的占领 曾是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主要障碍之一 因此撤军也有助于中苏关系的改善 此后戈尔巴乔夫减少了沿中国边界的苏联军队 并鼓动越南将其军队从高棉撤退 1989年5月 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 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 在经过了差不多30年的紧张之后 开始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为了改善苏中关系所做的努力 也是他力求改善苏联与亚洲 苏联与欧洲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象征 他努力在两大洲之间增加贸易 并促成亚洲资本主义国家到西伯利亚发展 1991年的4月 戈尔巴乔夫访问了东京 但日本对于苏联不愿归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夺去的北方四岛很不满 使得最高层的会谈并没有取得更大的成果